怎么判断母狗是否怀孕 狗狗在这点上面比人要坚强多了 那这点也给人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吧 可能很多初心大意的主人在小狗分娩以前都不知道 哎呦我们家小狗原来还怀孕了 那么如果作为细心一点的 我们可能在几个地方能够发现到 它是否有怀孕 首先第一点 如果是在怀孕之后 20天左右腹围是会轻微变大的 在这点上你如果及早发现了 你带到医院里面做一个B超 可能很容易的就发现它是否怀孕 并且在那个时间段 它可以去知道它怀孕大概有多少只 那么除此以外 就是在怀孕时间久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腹围开始慢慢增大了 食量开始慢慢增大了 越来越不愿意冻了 并且在食物上面的选择 它更愿意去吃一些肉类 吃一些高脂高蛋白的食物 因为它自然而然的选择 是给自己提供更好更优质的能量 那这时候也有可能去预示它怀孕了 所以细心一点的主人 在上述上面都可能会发现 它怀孕的蛛丝马迹 刮到油掀孕了 嗯 嗯 嗯